作为历史上的草原霸主,突厥可能是最悲剧的一个,因为遇到了强大的隋唐,一致从兴起到衰亡,只经历了区区百年。 然而,突厥在东亚不堪一击,被唐朝灭掉之后,却在中亚、西亚的历史舞台上大发神威,一路横推到土耳其,占领大部分波斯,又大败处于上升期的奥斯曼帝国,拯救了东罗马,甚至发兵二十万东征朱蒂明朝。 最后还在印度建立了一个莫沃尔帝国。 与草原上前辈霸主不同的是,突厥兴起之时,中原的隋唐无比强大,又除了隋文帝、唐太宗这样的英雄皇帝,于是突厥就悲剧了。 公元583年,隋文帝阳间成功分化离间了突厥,让突厥分裂为东突厥、西突厥,为唐初击败东西突厥奠定了基础。 唐朝建立之后,公元630年里已经灭东突厥,公元657年苏定方灭西突厥,但在公元682年,南迁的东突厥后裔背叛唐朝,逃到北方之后,建立后突厥韩国。 最终在745年,被回湖韩国灭亡,至此,突厥在中国北方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在东方不堪一击的突厥人,却在西方大发神威,先后建立三个帝国,即塞尔铸王朝,奥斯曼帝国、帖木尔帝国。 其中,塞尔铸王朝,奥斯曼帝国与突厥人关系比较明显,而帖木尔帝国则由突厥化的蒙古人建立。 所谓突厥化,即并非直接血统上的继承,而是文化习俗上的继承,但突厥起初并非单一民族,而是柔和起来的混合体。 民族成分极为复杂,450年左右,突厥王族阿史纳是不足,只有数百户。 是柔然韩国的炼铁奴,后来融入数万铁勒族,又吞并了草原上诸多其他不足之后,最终才形成后来的突厥不足,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突厥化的蒙古人也是突厥后人。 13世纪之初,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打下了庞大的疆域,但以当时人类的通讯条件而言,根本不可能有效统治这样的疆域。 于是成吉思汗去世之后,蒙古帝国内部分裂,最终形成了四大韩国,即大汉韩国,元朝,查核台韩国,伊尔韩国,金战韩国,还有一种说法是金战韩国,查核台韩国,窝阔台韩国,伊利韩国。 百年之后,在查核台韩国中,冒出了一个类似成吉思汗的铁血英雄,或者说成吉思汗意志的继承者。 14世纪之初,查核台韩国分裂为东西查核台韩国,韩国衰落,给了野心家的机会。 1346年,巴鲁拉斯部的河渣汗,袭杀了大汉,随意费力大汉,并让大汉成为傀儡, 犹如中国历史上的携天子以令诸侯,实际统治了河中十余年,河渣汗死后,儿子乌巴都辣子成副业,但乌巴都辣掌控不了局势。 于是,西查核台韩国迎来混乱,所谓乱世出英雄,于是一个叫帖末的千户开始崛起,帖末是突厥化的蒙古贵族,帖末在突厥语与蒙古语中是铁的意思,因为乌巴都辣无能。 帖末叔父哈吉与苏勒都斯部一米的八岩造反,推翻了乌巴都辣的统治,但八岩没有统治能力。 河中地区的突厥贵族及各部落首领拥兵自立,局势又一次陷入混乱,1360年,东查格台大汉率军进入河中,哈吉逃往呼罗山,帖末机回来了,立即向东查核台大汉投城,慢慢窃取了西查核台韩国的大权,又经过十年努力。 帖末最终一统河中地区,总览西查核台的一切军政大权,是帖末帝国之史,所谓河中地区,即中亚河中地区,指中亚希尔河和阿姆河流域,以及泽拉夫上河流域,包括金乌兹别克斯坦全境和哈萨克斯坦西南部,帖末而建国之后,开始了南征北战,进一步向周边地区扩张。 至1400年,帖末帝国灭掉波斯帝国,夺取了波斯大部和阿富汗,占领了两河流域,随即又打下亚美尼亚和南高加索。 1398年,帖末进攻印度德里苏丹国首都德里,屠杀战俘约十万人,占领印度北部。 1498年,帖末率兵进攻占领叙利亚的埃及马穆鲁克王朝,苏丹法莱吉亲自率兵抵抗也无济于事,整个叙利亚的领土被占领。 名城大马士革被焚毁,史称叙利亚战争,至此,帖末而帝国疆域已经非常庞大了,几乎整个中亚,大部分西亚。 部分南亚地区几乎都是帖末尔帝国的领土,但帖末还不满足,1402年春,帖末动员14万左右的军队,进攻正处于上升阶段奥斯曼帝国,我们都知道,奥斯曼帝国非常强大,灭掉了东罗马帝国,让欧洲颤抖数百年,但遇到帖末尔帝国之后,却一路溃败,在安卡拉战役中,帖末大败奥斯曼帝国, 扶其苏丹及闪电巴耶塞特一事,使其帝国疆域,东起北印度,西达又发拉底河,南边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北底离海和咸海,成了一个超级帝国,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在战国末期开始崛起,成为秦,赵等诸侯国的重要外患,到了东汉初年,匈奴因内乱分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归附汉朝, 被安置在河奴地区,而北匈奴则在东汉,鲜卑乌环的夹击下向西迁徙逃往中亚,此后,汉化后的南匈奴,逐渐融入了农耕民族,最终成为他们的一部分,突厥是古代的一个游牧民族,起源于如今二太地区的匈奴之系, 并在552年消灭了柔然韩国,建立了突厥韩国,唐朝在兴起后,先后灭亡了东突厥和西突厥,在高宗末年至五周时期,突厥两度尝试复国,但都以失败告终,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总之,尽管新疆历史上曾有不同民族的人居住过,但现在的新疆人民是融合了多种文化、宗教和传统的一个多元化群体,他们并不是匈奴人或突厥人,新疆人并不是突厥或匈奴的后裔,突厥和匈奴是历史上活跃在中国西北和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 但与新疆人的起源并没有直接关系,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有着不同的文化和血统背景,历史上连年战乱,各个民族躲避战乱都往西域跑,新疆人民的包容接纳了,逐渐随着互通有无,相互结亲等等,两个或多个本完全不沾边的血缘就融为一体,新疆的居民主要是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 其中维吾尔族是新疆的主要少数民族,其祖先主要是来自中亚的回湖人,与突厥和匈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虽然在一些历史时期,突厥和匈奴的部族曾经在新疆地区建立过政权或统治过该地区的某些民族,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疆人是他们的后裔, 要进一步探究突厥和匈奴在新疆人血统中哪个占比较多,可以从这两个民族的关联性和迁入新疆的时间线入手,首先根据历史资料,突厥这一名称,首次出现在史籍中并可考据的年份是西魏大统八年, 当时突厥侵袭了隋州,之后,突厥一直活跃至九世纪,逐渐销声匿迹,再无音讯,突厥能够集结一支强大的军队进行战斗, 这说明他们已经繁衍生息了相当长的时间,目前历史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突厥是匈奴的分支,姓阿什那是,他们曾在匈奴附近建立锁国,但后来被其他部落国消灭, 族人几乎被屠戮殆尽,只有一个大约十岁的小男孩幸存下来,被狼养大,娶妻生子,传承术士后,发展为突厥, 另一种说法认为,突厥的祖先是平良的杂虎,擅长铁器制作,因为他们的故乡金山看起来像一个网多,所以被称为突厥, 这两种说法中,第一种指名道姓地表明了,突厥是匈奴的后代,而第二种则含糊其词地表示, 突厥由平良的不知名湖人产生,因此,目前大多数学者更倾向于接受第一种说法, 综上所述,从理论上讲,突厥和匈奴有着相同的起源,但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匈奴的延续性更强, 许多游牧民族的血液中都流淌着匈奴的痕迹,因此,新疆人并不是突厥或匈奴的后裔, 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和血统背景的多民族群体,随着分子人类学的崛起, 科学家可以通过检测基因的方式来解读一个人群的来源, 使得历史谜团被破译了,而突厥曾经在历史上如此强盛, 其DNA信息也成为了个历史学者关注的对象, 人类学家可以检测突厥时代末北的各种墓葬,以检测突厥民族的来源, 但是需要注意,末北本来就是各种民族融合的地方, 这里有C、N、R、Q、O等主要的单倍群,这里的人群检测出哪一种基因都不会奇怪, 因此,检测各种突厥时期的墓葬也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 因为人群早已融合了,况且,由于柔染和铁勒在之前在末北强盛, 我相信突厥时代的平民副系单倍群也是以C和N为主, 前科学家已经检测匈奴、贤卑、契丹、蒙古等民族的王族基因, 也就是突厥无法检测留下的遗憾。